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人 小人早晚这期视频呢,测试较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小众的车啊 也是特别新的车,奔腾的T33 这台小的ICUV呢 我之前也没做过测试 这一次是第一次测试 所以说表现出来的一些 驾驶的特质啊特性啊 还有一些感受都是比较真实的 这一点您放心 给大家看这车啊 它的隔山尺寸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进气口只有下边这一小条 而且现在奔腾换了新的标 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这就是整个前两个 还是比较精致的 小型SV车身侧面呢 比较常规 但是它的轮胎 跟轮拱之间的高度还是比较宽的 一拳一直左右 车尾也是比较常规的 中间一条朵是条 贯穿左右两个尾灯 简单看车呢 独立的显示屏 然后全液晶的仪表盘 灯筋烤漆 跟大家说一说 这台车呢刚才已经提到了 就是油耗已经见底了 压到红线了 然后刚才去加油 这台车加了37升的油量 如果完全加满的话 估计也就 一二升四十二三升的油箱 油箱是比较小的 但是看它的油耗怎么样 所以说油香脚不重要 油耗才重要 这两天开奔腾T33 关于驾驶感上 有这么几点要跟大家聊聊 第一个就是它的整个转向手感 是比较重的 从低速到高速 中间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 都是比较重的 而且呢 它的整个转向阻尼 特别的声色 比如你打了一个比较大的方向的时候 你让它自动回正 它基本上回不到中线的位置 基本上在左右两边 五六度就停路了 第二个就是它的动力 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抱 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一个期待 1.6自然吸气方 你匹配一个手动变化箱 或者是六速手自一体变化箱 最大马力114匹 风车扭矩是155牛米 动力参数就比较一般 而实际上在高速阶段 还有在低速阶段是两个状态 第一个就是在低速跟车阶段 其实这台车还是比较舒服的开着 并不像很多车这种往前窜 如果在高速的话 这台车的动力摔一点就比较明显了 基本上你超了70公里每小时 80公里每小时 这个速度再往上的话 你怎么给 它都不会特别明显的动力输出 第三个就是它的变速箱 我这台车是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可能它动力特别弱 但是它整体的那种平顺性好像还可以 我至少没有感觉特别明显的一个顿挫感 尤其是在低速跟车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 不过还是要说明点它的整个变速箱调教 有一点我特别不能忍受 就是降挡慢可以 但是你在稍微给油在收油 或者在给油巡航的时候 保持在三档或四档这个档位区间的话 这台车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速度下滑 就是你本来保持一个油门踏板的角度 然后它的一个动力输出的点 你想要保持这个输出点 但是它会不自觉的把速度给你降下来 所以说开这台车你会有一点眩晕感 最后一个就是它的NVH 就是超过80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以上的话 而且加上昨天确实有点刮风 北京这边风道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发动机噪音 你从其实一起步它的发动机噪音 就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尤其你转速拉升之后呢 它的发动机噪音会更明显一点 根据这台车的几个动态驾驶感受呢 基本上就这样了 不过你要说有没有优点呢 其实更多是来自于它的外观 还有内饰的设计 还有它比较不错的一个配置 当然了也是自助品牌比较主流的配置 尤其在这个价位 另外呢就是它的整个官方指导价 我看了一眼是在69,800到99,800 其中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车型呢 它的指导价是从8万左右开始起步的 所以说是相对来说 我个人觉得稍微高了一点点 然后再想想其他的同竞品车型呢 你还能买到什么呢 比如说八九万 飞舵 Polo 或者制炫 或者宾制 其实有很多车型的已经 这台车的主体价值感受 其实含有优化的地方 一气温腾T33油耗测试完毕 跟大家汇报成家 测试里程138.6公里 表现的平均百公里奥是8.3升 刚去加油加92球 灯价是6块5毛4 加了12.6升的油量 83块多一点点的费用 算一下这台车实际上的百公里奥是9.1升 哪公里奥花费5毛9左右 再说了他148.6公里吧 还是跟往常一样 80%多的通畅路段 20%不到的拥堵路段 9.1的油耗 其实相比于他的1.6自然吸气方向机来说 薛威的油耗高了一点 确实啊 我全程开着空调的 但是呢 感觉还是会高了一些 因为你想想 咱们早高峰榜单的第一名 也是1.6自吸的车型啊 虽然是SUV车型 那台是轿手对不对 差的也确实有点多了 而且他的整个驾驶感受呢 其实可以优化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 关于这台车呢 你要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小陈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您喜欢这期节目 请您关注30秒懂车微信公众号 也别忘了点击再看评论和转发 手机看汽车就上30秒懂车 好 好 好